我們歡迎收看 《青檢》 《青檢》 金檢命中目標裝甲車 輕易打穿輕戰裝甲 國善精略裝備紅捲火箭 正式進駐台北服役 先比指揮部證實 今年編列五千萬預算 採購的455枚紅捲火箭 首批397枚火箭彈 還有訓練彈238枚 即訓練模擬器五台 也在十月底交貨 正陸續部署台北 而主要任務就是應對斬首戰 假設共軍發動所謂的斬首戰 或者登陸戰之後 第一波上來的裝甲 通常是屬於輕裝甲 那弘準是綽綽有餘 國善的弘準火箭 除了具備輕巧和拋棄式特性 還配備夜視鏡 能輕易摧毀四百公尺內 來犯敵軍 大幅提升單兵戰場的存活率 在火箭彈規格上 則包括用於城鎮戰的 攻心火箭彈頭 能打穿牆壁 和掩體後方的恐怖分子 還有能摧毀戰車裝甲的 反裝甲火箭彈 因應中共他們強化 他們的空中跟海面上的投射能力 所以我們要提升我們保護首都 保護重要設備的單兵 或者班牌的作戰能力 因應共軍一日巨增的威脅 除了剩餘的48枚紅船火箭 將於明年完成交過 政府更打算或是首蘇圈 未來讓一般部隊 也具備範裝甲能力 提升國防整體戰力 自己的國家自己就 不再淪為口號 三立新聞上的榜